那个layout 特别注意 这个spinner的运作跟后面要讲的list view 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的 第一个他要建一个adapter 那这个adapter他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的array 那这个array的部分是在哪里呢 在这个values里面的这个sign 我必须要建什么呢 建一个这个item 几个项目 OK 建好之后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做成下拉给他 另外的话他外观要长什么样子 那我从我的anjoy底下去找 那这个路径的话 我想各位将来尽量可以把它记下来 就这一串 就在pattern form底下看你哪一个版本 然后有layout result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拖拉过来 它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spinner开头的一个item 这两个一起好了 这两个一起 那如果说呢 我要把这两个做修改的话 请你拖拉到layout里面去 变成你的内部的一个范本 内部的一个view 你会根据这个view来做动作 所以呢你拖拉过来之后记得怎么样呢 把前面开头anjoy点怎么样呢 把它删掉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会从外部的范本 变成内部的范本 第一步 第二步呢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出来像什么呢 做出来的话呢 我希望哦 诶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变颜色 字也变大小 比较大对不对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呢也非常简单 比如说呢我今天希望内部的范本 下拉的时候呢把它改一个颜色 那改颜色在哪边改 你直接在这个地方 看到一个text color 直接改 比如说我这边输入一个颈 绿色的话就00FF00 或者是你建那个drobo也可以啦 如果我简单一下 先给它制定一个颜色 size的部分的话呢给它大概24 后面记得要给单位哦 单位我用SP好了 OK那24的SP 点下来 那这个大小就制定完毕 把它save一下 OK 再来的话呢 点下去之后有个drawdown的这个部分 点下去一样哦 去改它的这个 这个我用A到自己好了哦 最底下这边 颜色的话呢 color我给它红色的 那红色的话就是紧 什么呢 FF0000 那字的大小给它20的SP OK把它save一下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完成之后呢 记得就是你的程式本身呢 也要把那个Android开头这个拿掉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把它跑出来 执行起来之后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字就变成红色 而且呢 点下去这个字就是20SP 20SP 那这个地方点下去就是24SP 然后变成是绿色的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外部的范本 改成内部范本 那并且哦 修改一下它的颜色啦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其他 这个颜色跟大小 好吧 画面呢 先再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Spinner的范本的修改